谁知事事无常 妻子怀孕五个月后 医生证实了妻子肚子里的羊胎水漏 导致羊胎水位严重偏低 甚至造成胎儿的性命危险 医生说 这是无药可救的 只有在家里多多休息 一切听天由命了 医生还多问一句 你们是否佛教徒 可以祈求菩萨保佑 当时的我们都吓呆了 心里已经有数 孩子会保不住 心里非常难过 妻子更伤心到极点 中日以泪洗脸 妻子还一直重复地问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不幸 羊胎水漏了两个星期 我们都不知道 一直指质自己的不好 没有好好地照顾胎儿 也因为漏羊胎水的机缘下 我妻子的同事更加地鼓励 我妻子精进地利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我们也得到了同修的指导 教我们如何做功课 真是我们前世修来的福啊 这个时候 我们就得了心灵法门的助缘 我们也不害怕无常 因为我们深信 这男模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闻生救苦 有求必应 我妻子因为不能上班 还需要每天躺在床上 大量地补充水分 寸步不离 房间 所以 有更多的时间念经 和阅读台长心灵法门的书籍 而 我也开始一起许愿 念经 放生 真所谓 人生难得 精以德 佛法难闻 精以闻 所以 要好好地珍惜佛源 好好地学佛 再多两个星期 就是2014年 大年初一了 刚好 马六甲共修会 举办了 集体放生活动 我就帮我妻子 和我自己放生 这是我们有生之年 第一次的放生 真是 法喜充满 我妻子每天躺在床上 不是念经 就是阅读台长 心灵法门的书籍 修习 我们的住家四周围 并没有任何的妙事 说也奇怪 我妻子竟然能在睡梦中 被妙事的终身惊醒 我妻子意识到是 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要我们精进地念经 因此 我们每天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的念经 念小房子 一个月后 奇迹真的发生了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就是那么的慈悲 医生说 妻子肚子里的阳胎水 不但没有漏了 阳胎水还增加了 还增加到了安全的水平 妻子可以照常上班 以及做平时的活动 不必早上 早晚躺在床上休息了 心灵法门 真是太灵厌了 真舍不虚 这时 我们深深的感恩 时间 一个月一个月的过 七者的肚子 一个月一个月的大 宝宝终于健康的生出来了 真是法喜充满 非常感恩 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和恩师慈父 卢君洪台长 把这么好的法门 带到人间 让我一家重获新生 回想去 我们觉得孩子 真是我们的福气 因为他在肚子里的时候 他让我们两个有缘 闻到佛法 然后坚定地 深信了心灵法门 他已经给了我们最宝贵的善缘和佛缘 我们万分的感恩和珍惜 我们也要把这个宝贵的善缘献给我们的孩子 让他好好地学佛 念经 修心修行 弘法度人 在2015年2月 我们家里开始 供奉了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也在2015年初 我妻子发愿 吃藏书 我自己本身 也在2016年 初发愿 吃藏书了 现在 我们多看和多听白话佛法 增加我们的智慧 我们也坚持改掉自己不好的习期 学佛 修心修行 看破一切 我们每天忏悔 贪嗔痴 和度有缘众生 我希望我们一试修成 来报答恩师慈父 卢君宏台长教导 希望我的亲身经历来提醒大家 请你们在好的时候 就要开始念经 修心修行 珍惜这个伟大的心灵法门